林鄭月娥有一次指著我罵我 她說你破壞社會欲民 年輕人是讓你鼓劃成功的 你這麼說 你不要檢討你自己 那她看得起你 我覺得她很給我面子 大學院說的全部都是同志同學 我覺得她立頂帽給我很難受 但是民主黨也好公民黨也好 就會給別人一個印象 其實你也是幫忙打擊這些本土運動 比較激進的本土運動 其實你看回公民黨十周年的本書 我們剛才2016年是十五年 我有看過 我們也有看本土 我們也很小心看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覺得支持本土 但是本土的定義當然是很多人有 人言人說 你可能去到本土是排外那種 我們就不相信 我是余若薇 記得收看《毓文匯客室》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3月2日 毓文來到中大校園 這條大學道 因為今天就在沙田附近做事 不如進來中大逛逛也好 我做過中大校董 2008年 那時候立法會議員 根據香港的法例 就是大學的法例 就是立法會議員可以互選一個來做大學校董 2010年 我就搞五區公投辭職 然後當然是 因為你的大學校董身份是跟你的立法會議員的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被人搶出來做 那個叫做陳茂波 現在就是財政司司長 團地波 劏房波 就代替了我中大校董的位置 不知是否代替了我這個位置 今時今日才有機會發達 做了四個月的財政司司長 有得去駐壽神山道 這個財政司長的官邸 你就要裝修 要大興土務 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這些人 就是契底 長一點就是用狗改不了吃屎 就可以形容這些人 我就很不幸 這條乾弟 或者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這個陳茂波 就是我的學底 中學 低我三四班 我都不認識他 因為那時候 我們學校很厲害 還有他中大畢業 OK 今天我是中大 中大會不會 我們中大出了個司長 出個這樣的司長 大哥 做了四個月的司長 你就要用公帑來裝修那個官邸 林瑞麟 雖然我叫他做太監讀神學 就是無論得久 但是至少 他做了幾個月的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他就不住這個白家山 不住這個政務司司長的官邸 所以香港 你只是見微之處 一個這樣的財政司司長 現在還要出一個林鄭月娥 叫梁振英2.0 提名就截止了 三個候選人 其中一個拿五七九加一 即580個提名 全部選委都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人 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超過600票 601票 你就叫做當選 但是這個不是選舉 我現在全香港九龍新解路 派的那份彈仗 一人一票選特首 那個一人就是習近平 當然現在泛民之派還有一些幻想 他們提名曾俊華進去 那三百多票都拒絕了 柯燕曾俊華 跟著有些暗票走回來建制派 那曾俊華胡蘇都拿了幾十票 那有些提名林鄭月娥的 現在可能反抵 跟著他可以剛剛過六百票 你發目沒那麼早 就算有朝一日真的反抵 是曾俊華做特首 都是因為一人一票選特首 就是共產黨要他做 但是現在按照目前的形勢來看 就真的不太相似 那我希望 就是 大家不要跌眼鏡 KOL 每個慶高采烈分析這個選舉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 OK 葉劉淑儀上我的節目的時候 我已經判定他一定不能入閘 因為其實整個政治生態很清楚 這班選委是什麼 除了非建制派這三百二十幾個 其他那些 喂 一吹雞就要跪的了 大哥 我說了九十幾次 我認識很多選委 大哥 他們跟我講 因為他信得過我 我不會開他名 他說玉文 我把槍指著你的頭 你提不提名林鄭月娥 喂 現在是一個群魔亂舞的一個環境 對吧 林鄭月娥 那些人問他 喂 為什麼你沒有這個泛民主派選委的提名 你猜他怎麼回答呢 這個問題你應該問泛民那些人不應該問我 哇 你從他這個說話就知道他是漏打了 大哥 喂 泛民主派沒有回應的嗎 他意思是說你不提名我 是你的問題 不關我事 現在不是說要修補撕裂的嗎 不是要香港團結的嗎 喂 他有三百幾人 整個陣營在立法會 拿六成的選票 大哥 你這麼說話都行 你林鄭月娥 是不是 那就是說你有得似 你似著共產黨的陰點理 大哥 是不是 是吧 嬌京北戶 目中無人 他做特首 你說 是不是 很簡單用常識就可以了 官媚之助 其實沒什麼大道理的 做人 喂 人家不提名你 你不去檢討自己 然後叫不提名你的人去檢討 然後你是有機會做特首 然後你將來和這幫凡民主派的關係 那怎麼搞呢 是不是 所以難怪胡蘇 這麼多人支持他 有道理 他相對比較溫和一些 mild一些 還有你看他的選舉工程 我想就是 他是騙了很多人的 他選舉工程是非常之 就是 在地 是不是 也都令到你很多人 喂 就算那些所謂 過去對政府 很不滿意的人 都覺得胡蘇 靠得住 是吧 我的立場很簡單 只要你不是 我們香港人 一人一票選出來 我就說知你 是吧 所以我們沒有事情好做 是吧 那來到大學校園 我們都重新有些希望 因為起碼看到一些年青奮發的 就是這些面孔 是吧 他們讀完書 就要出來社會 但是未來的香港就是這樣 這裏 這九十後千里後 我不知道將來怎麼搞 但是至少 這個地方是最安全的 是吧 一個學習的地方 是吧 我們將希望寄託在 今天天氣好 是吧 風和日麗 其實這裏我有很多腳毛的 我以前 近些二十幾年 又去那些宿舍說過話 又那些 高卓晚宴 又這個 座談會 很多記憶都回來的 和香港政治發展有關係的 我記得有一年 這裏有個教授叫劉兆佳 他就是特區籌委會 政制小組的其中一位成員 他就提出要成立臨時立法會 中大的學生 就找了我 找了他 就在這裏 就開研討會 結果那些學生就哭他 搞到我都很尷尬 中大的教授 有一次和曾玉成 在這裏講臨時立法會 我就 把那本基本法 扔到地上 好像在這裏 接著他就 沽低身去執法會基本法 2002年 我和葉劉淑儀 在這裏辯論23條 那些中大學生 送了一面旗給他 叫做精忠報國 他就戴著一副黑超 很有型 這些都歷歷在目 也是整個香港發展的過程 但是今時今日 二十年 所謂主權移轉二十年 整個香港社會就是 那些惡人當道 奸人當道 群魔亂武 然後那些泛民主派 就即弱 只是會妥協 本土派 經過一場選舉 分崩離斥 所以都很大禍 不過 都是那一句 是不是 我們將希望寄託起 我們年輕的一代